這個計劃我想有一年前已經開始計劃 其實我去年自己一個人去跑紐寶寧的初級賽事 去到那裡我看到洪曉樂已經參加了GC4的賽事 我們就聊聊聊 其實他也有意思去做一對中廣澳的組合 全華人的結合 可以參加紐寶寧的24小時賽事 接下來6月的20-23步就要跑這個24小時賽事 這個賽事需要考一個牌照 一個Permit A 起碼要跑順利的話也要跑兩場賽事 才可以跑到24小時 我們這個組合就是全環的面孔 包括我和Sunny 兩位香港車手 還有兩位中國車手 就是何曉樂和李飛 我們希望以一個中國香港的組合去參與 挑戰一下這條綠色的地獄賽道 香港都越來越多車隊去比外國的國際性賽事 可以開始 紐寶寧暫時少些 我們都希望可以創一個先隔 我們參賽的戰車是奧迪奧奧迪的R8LMS規則賽車 參加了SP8 因為沒有限制了任何BOP 所以比一般GT4系列賽的GT4會快一點 我們以前小時候 由這麼多年打遊戲機也好 或者只可以上網看到影片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加上現在很多車廠去測試新車 都會在那裏做一個指標 大家都知道這個賽道的挑戰性很大 二十多公里 百多個彎 加上去到現場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高低落差 所以車又重又輕又重又低 從一個彎看下去 可能在上面虎視下去和正面水平看下去是完全不同的 路面比較崎嶇不平 包括有很多路段其實是挺高速的 除了路面和賽道本身的設計之外 天氣吧 尤其是剛剛五六月的時候 他們那邊的賽事都試過因為落雪而終止或者暫停 或者延遲 不要說落雪 有時大雨和大雨都會影響這個賽事的進度 所以對於天氣輪胎的選用 或者即使用一套輪胎可能經歷不同狀態的路面 車手當時的判斷或者駕駛方式都要很配合 除了天氣之外 其實參賽車輛的數目和組別都很多 因為以往我們一般的場地賽 可能有四、五十輛車已經算很多了 已經很多了 但紐寶林是接近200輛車的 如果有24小時的賽事 所以在賽道中不斷都會出現一些超車的情況 可能我們要過車 又要看著後鏡 可能又要讓一些比較快的賽車上來 所以當中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挑戰性 這個當然是 因為紐寶林的賽道特別是晚上的時候 大家幻想一下在森林裡面是沒有街燈的 還有這麼多賽車 緩衝區也不多的時候 都挺恐怖的 還有其實以我們上年開始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都發現發生意外的頻率都挺高的 我們一開始都要熟悉和學習 當地在紐寶林有一套他們自己的規則 發生一些嚴重的意外 他們會當場派救援人員出去清理 他們會有一個Code60的區域 就是車手要自律要限速 穩定地去完成賽事 這個也是我們今次去比賽的其中一個方針 一個方針 還有我覺得去這個比賽每一次每一圈都是經驗的累積 雖然你說可能很多人玩過游泳機 或者玩玩遊戲機 但是去到現實的情況分別都挺大的 大的 我們還要記一件事 因為賽道這麼長 這麼多個彎 其實比較有趣的是 記一些彎的名稱都不太容易 他們當地人說形容賽道的時候 經常用彎的名字去形容 德文的發音我們還在傳摩 對 所以我想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我們都要握補一下德文的發音 我也是形容為上年開始籌備這個比賽 都是一個理念來的 一路跑一路學一路累積經驗 我想參加24小時賽 而且有四個隊友一起 我們首要的目標是原賽 不想有任何閃失 其次才是去看名次 不過24小時賽 其實我們有一定的參賽經驗 都知道不是一定的鬥快 特別在德國這個Numbering 我們都見過很多時候 基本上可能原賽 都會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我們都清楚一件事 就是24小時內 講求的是部署和計劃 過程 希望儘量把失誤錯 減到最少 希望可以很順暢地 按照這個計劃去換人 或者怎樣把車子帶回到汽車 這些過程 希望做得順暢些 其實這個都是內力賽 其中一個講求的一個環節